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再利用 再來講一個有關Jetson的格式 這個Jetson格式 其實J的話指的是Java Java 意思就是說最早的產生 其實把在Java裡面用到的機會是最大的 Jetson的格式 它的好處就是說 你拿到Java裡面 它馬上就可以拿來用 把它當一個物件 物件底下有屬性 你就取得它的屬性資料就過來了 很方便 那這個常用到的就是說 會不會應該有聽過像API吧 比如說像資料的交換 常常你給我一個API 那對方可能會給你一個Jetson的檔案格式 所以如果假設他給你一個API 是一個Jetson的話 如果你不會解析 那就麻煩了 但是如果你會解析就簡單了 OK 那目前的話常用於 城市網站APP來源的資料提供 而且越來越廣泛 譬如像有些手機APP 為什麼他要抓那個公車 或者抓那個台鐵高鐵的時刻 為什麼他都可以知道說到底公車現在跑哪裡 而且我有時候會下載好幾個一樣公車的 每一個好像為什麼他們都可以抓到那個正確的時間 而且時間好像都要越來越精確 尤其在大台北地區 好像外線是不一定的 可是大台北好像蠻準的 公車時刻表越來越有信心 有沒有以前感覺好像不準 但現在好像越來越準 但是還是有不準的時候 因為想說奇怪 不是車子好像大概10分鐘 就沒想到5分鐘就到了 OK 差一點點 但這個可能大部分都應該是OK的 所以這個就透過Jetson的API 它有一個公開的連結 然後你只要去抓 你自己也可以寫一個公車的API OK 它是開放的 好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舉個例子 因為這個有點抽象 我舉個例子好了 那底下的話 我們如果說要去解析Jetson這個格式 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型態 我要怎麼去解析它 那其實它的型態 如果你將來看到那個資料大瓜糊的話 那理論上 我們就可以透過Python裡面 有一個資料的型態叫字典 中瓜糊是串列對不對 中瓜糊應該大家都越來越熟悉了 用很多 可是如果大瓜糊的話 剛剛有遇到像set有沒有 set的話其實是前後大瓜糊 另外還有一個型態叫字典 字典的話 它也是用大瓜糊 不過它跟那個串列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你可以把它視為 它有兩個串列 前面那個串列叫做key 後面那個串列叫value 所以它有一個key key有一點你可以把它想像是編號 哪個編號對應哪個資料 OK 那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今天來取個例子好了 這個實際上P2.5這個好了 比如說我想要抓那個環保署 它有公佈到底監測站 最近P2.5的數量到底哪邊是最危險的 有沒有 它好像有什麼比較安全的 然後數值比較越低當然越安全 那這個數字的話 我想我們先把它點開看一下 這個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那這個開放資料呢 它其實提供的什麼 檔案格式還滿全的 有CSV 也有JSON CSV我們就不練習 因為CSV前面有練習過 現在可能需要練習的是這個JSON JSON的話檢測資料 請各位看到這邊有個下載連結 那它提供的那個什麼資料我看一下 它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總共有1 2 3 4 5個資料 而且有5個欄位 然後格式是JSON 編碼方式是UT-L8 這個是連結 那不知道要怎麼抓 OK 在它抓之前你們可以先把它點開來 它好像會用瀏覽器先顯示出來 有沒有發現 從這邊點這個連結 它會跳一個新的頁面 有沒有 它會跳出來 那好像多一個什麼美化牌板 我看看 美化牌板有什麼差別 有啦 美化牌板 這個以前好像沒有這個功能 現在新的 主要是因為 你光看到這個資料 應該就有點頭暈了 什麼會這樣子 那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你看這個把它重新編 它好像只是把它拉到旁邊去而已 那只是讓你方便怎麼樣 可以看到前一個刮弧 它的開頭跟結尾的部分 然後中間加一個豆點 所以呢 這個JSON的格式 你會發現它幾個特徵 第一個 就是大刮弧有沒有 的數量很多 有沒有發現 第二個的話 中間都會有豆點 做資料的分隔 那每一個 這個大刮弧的 前面其實是Key Key跟Value中間 會加一個Mal 所以記得 這個字典的形態 比較特殊 又是一個新的形態 可能各位要慢慢要熟悉一下 但是以這個JSON你說 老師那我需要的資料 並不是全部啊 我需要的資料其實是在哪裡 有沒有發現 上面其實都不需要 上面好像就是一些 Fill欄位ID 這個好像不需要 我們要的應該是從哪裡 從這邊 有沒有發現 第一欄是 哪一個策站 然後 策站名稱叫這個 County是限次 然後P2.5的數字 監測日期 然後單位 所以你會發現 我要的資料好像是在這裡 它是放在一個大刮弧裡面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標準的 這個 一個字典的形態 那字典的話一定是大刮弧 開頭 大刮弧結尾 前面的話呢 是它的Key 中間加冒號 後面就加它的Value 所以以後呢 我可以透過Key 可以找到它的Value 有沒有 KeyValue加夠 OK 所以這個是第一筆 這個第二筆 有沒有 OK 一次類推 那你說老師 那我要怎麼把它爬下來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的話 待會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何把這個做一個解析 所以請各位 先找一下P2.5這個 那我們的目標第一個 如何將Jetson的這個資料 把我要的部分抓出來 然後 存成CSV好了 然後第二個存以Sale 大概是這樣 那裡面的話會需要用到兩個套件 一個一樣是Request 把它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叫做Jetson 它裡有一個內建的一個Jetson的套件 這個套件的話呢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Jetson Rose Jetson Rose的話呢 就是可以幫你直接把 這個Jetson的一個資料 檔案把它直接載入 然後你只要告訴他說呢 你要抓的是什麼Key 那你說我的Key在哪裡 Key其實是這個 Record OK 然後後面的資料 我通通把它抓過來 好 請各位先試著找一下這個資料 並且看一下 因為這個對大家來說 應該是挺陌生的 然後 待會你再來講一下 怎麼樣把 需要的這個資料 給抓出來 那最後的話 就是存成CSV 跟存成ECL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重點就是 Jetson轉CSV Jetson轉ECL 如果你會的話 那以後其實 你說老師我不喜歡用Jetson 你覺得好像不好理解 那可不可以直接幫我轉CSV 或轉ECL 對 待會要講